要求解緣 拒絕回饋 多位地主排排站 在地方名代的帶領下 高呼喊一口號 延宕42年的台中港特定區計劃 日前總算獲得土地解編 但沒想到卻傳出 每位地主將來得強制繳交 15%到30%的公設地回饋金 也引發地方反彈 有的上一代 還有在上上一代 有的都過世了 所以希望政府 能體諒百姓的辛苦 能給回饋金 剛剛講的一定要 但是百分比不能 比照一般的土地增收 這樣來回饋百分之 50 30 20 之類的 有苦難言 不得動彈 買賣也沒有人要買 你是公共設施誰敢跟你買 也不能蓋房子不能開發 現在今年終於解編 解編本來是一個好的事情 對地主 就是說要還給地主這些土地生意 但是後來 現在變成說 你整個學校 有的要回饋比如說 15% 20% 30%到50% 我們認為不合理 不應該向地主 索取這個回饋 土地的回饋還是代金的回饋都不應該 根據回饋金的比例推算 一坪10萬塊的土地 如果要回饋30% 算下來就是3萬塊 但如果有300坪的土地 就要繳交900萬的回饋金 地主們認為非常不合理 他們表示 被限制的42年來 土地無法發展 好不容易等到解編 政府卻要求繳高額回饋金 大家難以接受 早上名代陳情 我把這個回饋金 要求一坪 要多少錢 我主席做四人 來講 我就是四人 都在做四人 這句說一分堆 如果要求一坪 三萬 假設一坪三萬 一坪堆 九百萬 一坪堆九百萬 他不得還沒土地 來納這個 代金 對不對 對 已經四十二年了 沒發展了 這句又要求 代金錢到館 這也不合理 四十二年 都被這樣綁著 那不能 就是 賣也沒有人要買 那這些 尤其是這些 祖先傳下來的土地 那這些 我們的這些 子孫們 會覺得說 你既然都要結編 你政府為什麼不釋出誠意 那還要我們來回饋 而且回饋的比例這麼的高 對 所以我想呢 這部分 就是希望說 可以把比例給降低 甚至不要有比例 而明代表示 許多地主都是務農為生 無法承擔 如此高額的回饋金 而且延宕四十二年的 特定區計劃 與一般都市規劃的回饋金 比例有所不同 要求相關單位以專案處理 降低回饋金比例 別讓政策成了人民的沉重負擔 記者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